如果妳平常就已經很常會有肩頸痠痛 或是背部很緊繃的問題了 妳們可能在做運動的時候 就不要去挑那種 會讓妳頭要幅度轉動太大 或是妳不要去做這種 頭轉卡拉卡拉的聲音 其實這種對妳們來說 非常的危險 因為妳的頸椎已經是硬梆梆 而且很容易壓迫到神經了 那這邊教大家一個 如果說妳在大掃除過年的時候 做太久會腰痛的時候 妳應該可以做的運動 好 我站起來做 就是我們在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右手 這個拳眼這邊 放在我們的腰 腰這個地方 腰的骨盆的上面這個脊椎 然後另外一隻手呢 我們用這個手 包覆在這個拳頭上面 好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 頂在這個部分 妳平常最動力腰痠部分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往後仰的動作 然後就覺得 啊 腰好痠 果然真的做太久 為什麼要右手不是左手先放 其實也可以 就放左手再放 因為就是慣用手 因為妳這隻手要往前稍微頂 右手會比較方便做 左手也可以 那 重點是我們是拳眼喔 像瓜哥現在是 就沒有用拳眼 拳眼 對拳眼 然後包覆 然後包覆 另外一隻手包覆 要站著的時候做 哦哦哦哦哦 站著 這樣 可是我手包覆 因為手要這樣包 就是這樣 包上去 然後就這樣子 往後仰 瓜哥是不是握不到腰 不是 我的手受傷 這樣根本搬後面的 對啊 所以如果手受傷就不能 就不太適合做這個運動 那這個運動的話其實就是 適合大家如果說 腰開始不舒服的時候 馬上做個10下 20下 就會馬上數完很多 今天有教大家一些運動嗎 來呢 黃老師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 我們要做的是 讓胸口這邊 能夠有一些運動到的這個動作 那可以拿一個紙 那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就把手掌 就是夾住這個紙 那你的位置在手掌 就是在胸口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手肘往上抬 然後讓手肘跟肩膀是一樣的高度 然後再往下 然後再往上 然後往上的時候呢 你要感覺你的力氣呢 是指有點往上去移動的這種感覺 就是它是往上去做一個延伸 好 然後再慢慢下來 再放下來 然後不要做到太用力 不要會抖什麼的 然後肩膀不要鬆起來 然後正常呼吸不要憋氣 好 然後就慢慢放下來 然後做的時候有些人像 比方說經常用電腦的人 如果手腕會不舒服的話 我們就輕輕的做就好 那第二個動作 我們可以往前去做延伸 好 那我們夾住指呢 是讓我們大家可以知道說 你還是要有一點點的力氣 就是它不是一個鬆鬆 就是稍微穩住往前去做延伸 然後你會覺得 肩膀內脆的地方有用到力氣 那我們也有難度稍微高一點的 好好想挑戰喔 好 那一樣我們可以準備兩個 就是不管是啞鈴還是寶特瓶 還是也許不用東西也OK 好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把身體就是先坐在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這樣 對 然後我們要躺下來 好 所以 對 所以我們躺下來 然後你去抓一下自己的位置 當自己是穩的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我們把兩支這個寶特瓶呢 往上去做延伸 好 往旁邊 手打開 然後打到差不多跟身體平行就可以了 拿啞鈴也可以嗎 拿啞鈴也可以 啞鈴的難度就會比較強 那我們要做的時候速度也是放慢 它除了這個角度之外呢 我們可以往上 往上去做延伸 然後回來就 這個除了腰之外還有腳的力量支撐對不對 對 我們就是然後手去做 它還可以去做一個像踏腳踏車 對 去做這樣的動作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每一個角度 都可以去做不一樣的延伸 好 然後就慢慢做起來 然後在做的時候就是盡量 讓身體是維持一個平 就是一個穩定的狀態 是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我來示範一下下好了 這個叫做彈力棒 彈力棒可以練肌力 我們剛剛講 練肌力 有人說肌力很差 所以讓你這個擰這個 當然這個 不同的強度 像 瓜哥這一根是比較粗 我這一根 謝謝 謝謝 我那邊比較舒服 謝謝大家 不是我講的 他講得好 這個呢是怎麼樣 練越 可以很肥力 這是可以你 還可以練 握力 練臂力 練臂力 你不要按摩 是可以按摩嗎 這是我的夢想 你不要按摩 畫面怪怪 然後來 所以 如果說很多 運動的話很多種 當然 還有一種就是 所謂的平衡訓練 這是練平衡的 你站起來以後 就訓練平衡 腳腿肌肉好用力 因為你在這個練習過程 當然這個 狀況不一樣 有沒有 這樣就 彈節力量很大 有沒有 也是厲害 好 沒關係 這個是一個棋型 那我今天想要再示範一下 我們徒手之間是利用萬能的雙手 譬如說它有五十肩 只能 好疼 什麼事情 當你不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幫你 慢慢慢慢透過這樣子的一棋型 來 偷 來 偷 然後慢慢慢慢伸展 慢慢慢慢伸展 然後越來越高了 就是 透過一段時間 一天 兩天 就角度越來越靈活 讓它關節靈活 第二個 它有時候很痛的時候 我們透過按摩 可以疏解它的痠痛 繼續 怎麼舉起來 怎麼舉到痠 謝謝 謝謝 謝謝醫師 謝謝 來 接下來看 你也是僵屍女嗎 小心骨骼變形 關節炎 來 我們自我檢測 到底有哪些問題 僵屍女自我檢測 肩頸柔軟度 檢查 反手摸臉 就是這個檢查是 代表我們肩膀 還有我們緊固這邊周圍的肌肉的柔軟度 那你只要這樣很簡單 就是 在我們眼睛看前面的時候 姿勢 反手去摸另外一邊的臉 嘴唇 嘴唇喔 對 要摸到嘴唇 那如果說你只要摸得到的話 嘴唇可以的嘴唇 就是 它的嘴角那邊緣就好冷 你只要可以摸得到的話 其實代表說你那邊的柔軟度是OK的 可以兩邊都試試看 兩邊都試試看 對 可以耶 可以喔 是可以摸得到 可是左邊比較順 但是你要保持 我右邊比較順 頭不能轉 要保持 對 我們為什麼沒辦法 那沒有辦法 通常是代表說你的 瓜哥是嘴唇不是耳朵 那手長跟手短有差 沒有辦法代表說你的肩膀這邊的活動度不夠 太緊了 所以 所以當你的肩膀活動不夠 要去做伸展 也可以做這樣的伸展去拉它 所以你可以做這個動作 它慢慢 它自然會有一天會靠近 對 那另外一個你可以做前側的 這邊 前面好像是這樣往後摸到 肩胛骨那邊 摸得到的話 你代表說OK 但前面這個會比較困難 就是我剛剛前面做的這個到這個 肩胛骨這裡 對 肩胛骨 對 瓜哥現在就OK了 現在另外一隻手 現在是OK 所以以後就不行了 對 給了解 大概這兩個 現在那個就是關於腰部的檢查 我們下肌的柔軟部的檢查 那這個要站起來做 就是我們在做這樣前彎的伸展 好 我們可以這樣分級 就是一個是 膝蓋到 膝蓋到小腿的一半 然後另外是小腿到腳 腳背的這個位置 然後再來是腳背還有腳底 那我們這樣分級的是說 其實一般人 我們現在由於做事生活 髖關節的活動度比較差 所以大多數人他都只能到這一段而已 差不多這一段 不過其實是男生 我們現在腰痛可以中嗎 腰痛可不可以 所以我要講另外一個就是說 很多人他已經有問題 對像 對 當然這樣腳的 對 這樣就可以 像高跟鞋太高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難一點 可是他們三個柔軟度 已經算很好了 對 算好 因為你是穿高跟鞋 如果沒有早就摸到 對 女生的話 柔軟度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男生要更好 因為髖關節活動度比較高 一般有些人 他會沒辦法彎到 小腿一半以下 那代表說他可能是小腿 我們後面的肌肉太緊之外 有可能是腰部受傷了 所以你現在一彎下去之後 你會帶一點腰痛的症狀 對 而且呼籲大家 如果做任何什麼下腰部分 千萬不能動作太快 對 不能太快 他不是 其實我不太建議大家 去做這樣的伸展 你應該要做伸展 聽很多人講說 不要一直這樣彈簧似的 對 這樣伸展的時候 因為你這樣在彎的時候 你很容易變成 他其實是要動彎關節 但是你很容易變成 用腰去彎 對 很多人 一直要往向下壓 對 一直這樣 那是動作是不是 對 會受傷 我之前就遇到一個 國外的那種 英國那邊來這邊 工作的一個外國人 那時候他喜歡運動 他去做這樣伸展 他有一天伸展 就閃到 對 就慘了 就是因為他太刻意的 一直去拉 然後拉到伸到搖 然後痛了好幾天這樣子 對 謝謝老師 謝謝 今天有沒有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 眼露治療 我算看誰有問題 大家是有問題的問題 那是露妙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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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簡單 我常常走著走著 比如說 像我們去迪士尼逛過 突然走久了之後 腰就會變硬 這腰痠 可能是以前小時候就受傷 對 這個是最常見的 腰痠背痛 是最常見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瓜哥 正好有不舒服 我來示範一下 沒有不舒服 我是完全配合你們 大家回去 瓜哥示範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痛的話是實證 都是陽晶在痛 所以說腰是在後面 因為太陽曬著嘛 就陽晶在痛 前面是陰晶 對 陰晶在前面 陽背嘛 陽晶在後面嘛 那通常陽晶痛的話 我們就陰晶來卸 卸的話就比較不會痛 那我們就 在這個地方 手指一指幅的 腕部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凹陷 不要按到骨頭 這個凹陷的話 它就是落穴 它把落穴 痛啊 這樣不痛嗎 接過來 接過來以後 那我就是按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它的腰部 按到腰部以後 按到底 然後我往上去做卸的方法 不要演喔 就是這樣 不要演 按個大概30下 按完以後 其實你馬上就會感覺 你的腰會鬆 如果我按的時候不會痛 表示有問題 因為通常 你越塞住的地方 你按起來越痛 按到不痛以後 就可以停止了 所以大家可以記得這兩個 不是這個點嗎 應該是這個點 不是 這個是下面 這個是在第一點 這兩個點都可以 這一點也可以 跟這一點也可以 這一點比較酸 那你的你的腰痛就是比較下面 比較下面 比較下面 那這個是在稍微 靠胸椎跟腰椎的地方 這是腰椎第四節 第五節 這個比較痛 這個比較痛 我看到頭皮八毛 腰部下部比較痛 四五節的地方 對那一二節是在剛剛上面 哦所以你一二節不痛 三四節痛 對三四節 欸 還活來了 還活來了 活來了 活來了 謝謝 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測試 我們會把患者的手 做個抬舉的動作 你就把它往上抬 還OK 往上抬 到六十度的時候 就馬上痛到眼淚會飆出來 那你在往上 大概在六十度到一百二十度的範圍 會相當的痛 這叫加急症候群 很多的棒球選手 都是在敗在這一關 就是我們一個旋轉肌的動作 有一條肌肉就是會經過我們頭 從肩胛骨 通到肩峰的下側 到前面的大手臂骨 它就這個動作抬起來 都非常非常痛 就很典型 而且那個疼痛的程度 大概是八九分那麼高 把它安排進一步檢查 是不是跟五十肩抬不起差不多 五十肩是大概你到達 一百八十度的時候 就或者是 如果整段都會很不舒服 像凝固肩一樣 那它這到六十度的時候 就非常痛了 那前段都還好 那一百二十度過後 就好一點 因為它夾是夾在那個角度的範圍 那幫它攀排那個骨骼肌肉超音波 核磁公正確認 它那條急上肌 就通往尖峰到前面的急上肌 已經只剩下幾條絲牽連著了 那個肌腱已經不斷的 一次傷害之後 每一次工作 磨損再磨損再磨損 那現在的關節性手術很進步 進去把肌腱修 在隔天就可以出院 不管是生產前還是生產後的女性 其實都應該要去做一些骨盆底肌群的訓練 那這些訓練 它就是很簡單在家裡面可以做 那它有比較初階的 比方說就是看電視的時候 就去有意識地去收縮你的骨盆底 然後或者是比方說在排尿的時候 中間可以去做一些尖段 然後去訓練那個肌肉的收縮 那或者是站著的時候在捷運上站著 或者等公車 你就是在骨盆的地方你就是 那我們今天也教大家一個就是 比較難度高一點點的 就是我們有低階的跟強度比較高的 那站著之後呢我們把腳打開 然後在指尖的部分呢就盡量往外 大概45度腳 那我們打開要超過你的肩膀的寬度 膝蓋彎曲往下蹲 膝蓋彎曲往下蹲 好然後這個時候手交叉 好感覺你的骨盆的位置 往前跟往後 我們先往後 對把它往後捲 對然後往前 往前 然後往後 好現在來囉 踮腳 好然後腳下來 好然後往前 好踮腳 我們往前踮腳的時候是骨盆底 這個地方會特別有感覺 對對對這個地方 老師你練他的穿高跟鞋還踮 對然後往下 他一個循環就是往前 往後 往前 往後 然後再往前的時候踮腳 往前的時候 好下來 所以如果你是往後踮腳的時候 比較是小腿 往前踮腳的時候比較是骨盆底 那男生練這個是要對這個漏尿也有幫助嗎 會 其實他因為我們的骨盆 男生跟女生結構是一樣 就是生殖系統 都在裡面 對然後跟泌尿系統都在裡面 那這樣要做多久 大概十分鐘其實就可以了 一天做個十分鐘 我剛剛那狀況我已經流汗了 對這個難度很高 好謝謝 謝謝 好好喊的 如果說真的要 真的要減肥 第一個你要先控制的是 剛剛說過就是 另外就是我們可以去增加我們的肌力 就是我們要做一些重訓 那是OK的 那你平常可以再搭配一些有氧運動 增加自己的興奮能力之後再去重訓 或是你挑一天做有氧運動 一天做重訓之類的 那在這邊就是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在家裡很難做重量訓練 因為家裡沒有那些器材嘛 你就可以做一些核心肌群的運動 這也是有幫助的 那我現場就教大家做一些重訓權運動 對其實現在核心肌群的運動 現在都大家蠻多人都知道 那我教兩個現在很常見的 好第一個是 這樣子 好 就這樣 然後我們雙腳雙手與肩同寬 然後最主要是在這個姿勢下面 很多人都會邊看電視邊做 所以頭會邊這樣子 這樣頭後仰中 會讓脖子裡面受傷 所以是不好的 你要是保持收下巴 看地板這樣子 我們就把右手往前延伸 左腳往前延伸 左腳往前延伸 抬起來 抬起來 變成水平 核心肌 好 那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是要讓你的身體是一直線 你這樣子就上面停留個10秒 所以我們就換另外一邊 做另外一邊的10秒 這樣停留 這完全是核心在用力 對 核心在用力 那其實另外一個 除了身體不要歪掉之外 是我們脊椎也要是我身體直的 對 就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 是我們這樣子 躺著的時候 好 膝蓋圍彎 對 然後我們的手呢 往兩邊這樣放 然後我們就把屁股這樣抬起來 對 這個動作是要練我們 臀肌這邊的肌肉 這更難一點的話 就是我們把右腳這樣 往前延伸 伸直 跟另外一腳成水平 好 這個動作其實像我們現在抬右腳 其實是練左邊 因為左邊這樣撐住 我們這個部分 對 好 對 這個比較累 好 然後這樣停留十一秒之後 就換另外一邊 這樣十秒 好 這樣再做起來的訓練就會比較 對你的身體會比較有健康的幫助 其實要叫腳步還要滿多 來 我叫起來 我跟著 瓜哥來 動作也是這樣 好棒 這個也好 這個好累 這個好累 這個超累 而且你好標準 對 瓜哥好厲害 完全沒有標準 腳步才可以 你可以學這個 就是 哇 這個也超累 這個這樣會這樣 瓜人很像 這全部練核心的 對 練核心的動作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